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社团法人中华华藏晋中学会 捐赠花莲县101所国小学生扎根教育的重书 一共有143套,一共4000多本书 而捐赠仪式30号的下午是在县府的大礼堂举行 由学会理事长上务下道法师代表捐赠 期望透过捐书的仪式 能够让花莲县的孩子们透过经典来做好扎根品德教育的工作 社团法人中华华藏晋中学会捐赠本县101所国小扎根教育重书 总计143套,共计4000余本书 捐赠仪式在10月30号下午2点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现在学生表示,社团法人中华华藏晋中学会导师 上进下空老师从2004年开始推广经典教育 特别感谢学会将资源带给花莲 捐赠本县扎根教育重书 重书内容有地质归24校 三字经、校经、德语课本等经典文学 可以潜移默化的深入心灵以及气质 现代的科技研究科学的印证 忘忧草,为什么有以前会叫忘忧草 忘忧草 大家有没有想过 它真的是抗忧欲最好的最好的一种食材 现在的年轻孩子不懂得诗 可是我们以前只知道它是金针花 是宣草花,也叫忘忧草 可是现在才会反思说 为什么以前有人把它叫忘忧草 这么有智慧 相对于到现在前几天的台大 台大的沈丽岩教授 也是台大特聘教授 他都是在做生物科技 他说现在的人忧郁症的人太多 正好金针花是最好最好一个 抗忧欲的食材 所以这也是我们花莲未来可以发展 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花莲的金针花就是无流 而且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中备真的要谢谢师父 给我们无限的启发 而我们真的要善用这个善书 善用 这个字比我们自己印的还大 而且又有图说 又有很多童趣 还有以君据典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本 亲子阅读 师生阅读 还有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的切磋 自109年旋律度开始 欢迎政府特别预出金费补助 现任101所国民小学校园内 推动读金教育相关教材费用 让阅读的经典片地开花 同时与花莲县读金学会合作 与教育的方式到各校办理读金闯关活动 透过与今年同行 与圣贤为由 累积花莲学者们的资能资本 记得继续和收藏